你说博主你今天破例了,单独讲一个旅卦 没有,我们是两个卦,是有联系的 历经六十四卦里面有两个旅卦 所以我们拿这个出来,凑数 旅,大家会想到什么 组的词首先就是旅行旅社 在古代啊,这个旅不是什么一个好事 就代表着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没有什么亲近的亲戚朋友,很少 那你说现在也代表旅游啊,那不是很好吗 咱们来看看,就拿旅游来举例子,它到底好不好 旅游,好像说它小的事情还是好的 坚守正道,旅行才是急的,还是有条件的 那怎么说呢,从初六开始 说你旅行啊,要准备好多好多东西 你提前要查 你出门就丢三拉锁 虽然火车都赶不上 那很麻烦 你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那怎么样呢 就是你咎由自取嘛 它虚刮传里面 排在风刮之后 就你很丰盛了 它不能一直疯 我就开始享福 或者是寻找新的出路 那两个意思都可以代表旅 六二呢 麻麻烦得了 还比较好 你走到一个地方随便啊 遇到了旅游 因为它居中嘛 有所安身 那看上去 好像我这该要的服务员呢 我这该结交的一些伙伴 我用钱买来的 换来的 都有了 是不是很好呢 暂时 确实很好 说了暂时 那么再看九三 也当位 那当位结果也不行 因为 首先三多兄 更主要的是 我这个旅行啊 不是 长期的住客 是临时的 所以 前面有的这些东西 再辅助我 他不能一直陪伴我 我只是一个过客 就像人生 阶段性的调整 你是过客而已 不要把自己处处都当主人 我想说了算 又配合环境 配合大家 那么九四 那羊友 看上去很坚强 那心里 就是很不愉快 因为他不当位 下面有 有阴阳来压制 就我空有一身 才干 到了外地 强龙压不过低头舌 他还有很多意思 这个旅观 甚至经商 也是如此 开辟心的土壤 六五呢 就好了 好 他毕竟也是阴阳 被两个阳阳夹在中间 如果你在外地立场足了 但是 你还是有弱 不过一得以 是 一得以 一得以是 所以呢 还是好的 那虽然你一日后 大家 很刚强 你要配合别人 那没你也不行 而且你站的位置比较好 上九呢 就不好说了 直接告诉你 结果就是凶 那你高兴 我旅游啊 怎么样 好像有所得 我大陆的 顶峰的山高 我微风呢 实际上 非常的危险 而且最主要的是 丢了西瓜 简直嘛 你不是 长期这儿的人